大家好 這裡是原來是這樣子的頻道 我們今天來到了 珍奇藍園 看到的可愛的鸚鵡對不對 牠看到我走近以後 就開始覺得 嗯 要吃飯給我看 剛才在遠方的時候 牠就不理我 那你走近的時候 牠就特別跑到前面來看我 因為每次看牠應該都在拍牠 所以牠會覺得 應該蠻有趣的吧 鸚鵡是很聰明的一種生物 所以你可以看到牠 就吃東西給你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有什麼蘭花在這個季節呢 很特殊的蘭花 蜥蜴 什麼是蜥蜴呢 你看牠的尾巴像不像蜥蜴一樣 其實這一類型的中文很有趣 有人把它命名成蜥蜴 那大概就是蜥蜜蜜蜂 它也是蜜蜜蜂的其中一種 那還有另外一種比較大顆 比較粗一點點 粗壯一點點的 我們稱為壁虎 就是蜥蜴的尾巴跟壁虎的尾巴 那個名字真的是非常的貼切 那這一顆蘭花呢 其實蜥蜴這一系列的 其實分布得非常的廣 從整個東南亞什麼印度 泰國到菲律賓都有分布 算是一種廣泛性分布的品種 那有時候會有特殊的個體 非常紅的個體 非常還有黃化的個體 那蜥蜴呢 因為牠長得很快很快很快 所以價格說真的是一個比較便宜的物種 就是相對其他品種 牠可能是比較便宜的 而且長的速度很快 但是因為牠的造型比較特殊 所以養的人並不是這麼的多 壁虎其實養的比較多 我們曾經稱為黑壁虎 黑色的菲律賓產的黑色的壁虎 尾巴非常的長 甚至可以長到30公分以上 蜥蜴就比較瘦 瘦瘦小小的 有些蜥蜴還是整個紅色的 非常的漂亮 好 那牠最有名的最大的特點 其實在你看牠的花 假設你把牠的花 你可以直接看牠花 牠中間有一個純的地方 對不對 這個純的地方 你把牠往上抬的時候 往上抬 你看牠會翻起來 這個往上抬一點點 就是你往上上下動的時候 牠那個二半會往後翻 這個是牠的很 就是牠那個純的地方會往後翻 非常非常的特別 就是這個是牠的特色之境 你看翻上來翻上來 有沒有這個很可愛 這個就是這種豆蘭 有些特色 有些豆蘭也會有這種特色 就是牠會後翻 或是側翻都有 那這種就是這種豆蘭 很特殊的品系的關係 這個通常都跟牠的 瘦粉機制是有關係的 很多蘭花 牠的瘦粉機制很獨特 有可能跟某一些昆蟲 有共生的現象 那豆蘭這一系列 有可能這個機制 大部分都是跟瘦粉有關係 所以產生出來的 很特殊的機制 所以這種豆蘭就非常特別 你看牠那個造型也特別 中間那個瘦粉的地方 也可以這樣翻起來 非常可愛 所以牠算是一種非常特別的蘭花 雖然比較冷門一些些 但是我覺得有機會可以搜搜看 因為牠真的很好種 而且是一個便宜的品種 便宜的狀況就是牠長得很快 牠不是那種慢慢長的品種 牠長的速度相當的快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品種 好這個是豬沙蘭 那豬沙蘭的體系呢 很像是小型的加德利亞蘭的縮小版 也可以長得蠻多的 蠻多芽的 也可以開得蠻壯觀的 這種豬沙蘭呢 其實呢 牠有交配個體有原生種 不過呢 牠的顏色非常多變 大部分以橘色為一個主要的顏色 有些會偏到很紅的顏色 那牠的花呢 跟加德利亞蘭是一樣 是從中間往上開的 算是一種小型的藍種 就小小的 那開花的狀況呢 就是跟你的那個中間的 中間的幾隻的個體有關係 像這個就是橘色的 比較有趣的個體是橘色偏到紅色 那種整個鮮紅色的個體 不過那個就是要選啊 蠻生苗出來選出來的 像是在這裡呢 大部分就是只有植株 那現在慢慢進入牠的開花季 也會慢慢的開花 你看最左邊那個也有開花 那個像這個 這個就是剛開完 你看牠身邊那個花剛開完 小小的就可以開花 這是牠的特色之一啦 就是這種很可愛的蘭花的品種 那你看就是感覺很像什麼 你知道嗎 很像石壺 這種感覺就很像石壺蘭的品系的蘭花 那牠其實是 其實是加德利亞人的親戚 你可以這樣講 因為牠是屬於這種 對此厚質的蘭花的品種之一 好我們來看下一個 雷利蘭系列 雷利亞 雷利亞蘭 也是加德利亞人的親戚 你可以這樣講 那牠常常會跟加德利亞人做交配 你如果常看到那種交配型的個體 牠會寫什麼BLC L大概就是雷利亞的系列 百拉索雷利亞卡德利亞 三種品種去做交配的 那這個雷利亞很可愛 小小的像球狀一樣 有些雷利亞不是很好養 因為有些雷利亞是高山的品種 特別有一些是延伸的 長在岩壁上的 那有些都是蠻高海拔的品種 這種高海拔的品種 其實就不是那麼好照顧 也不是那麼好種植 那這個是白化的個體 你可以看牠那個牌子上面寫一個SA SA 那就是白化的個體 牠就是看起來像球狀一樣 一顆一顆像球一樣 有點像鬥嵐的感覺 有一種毛毛球 毛毛蟲鬥嵐 感覺就很像長相 跟牠球巾很像 那這種就是小小的那種 雷利亞的品種 很貼地很小 牠花根很長 你看牠花根這樣抽上來的 非常非常的長 這個也是牠的特色之一 簡單的時候牠可能是長在岩壁上 然後抽一個長花根起來 所以跟牠的品系 是有很大很大的關係的 那牠白花蠻好看的 因為牠是SA那個品系的 好我們來看其他藍花 好這個是樹藍的品種 橘色的樹藍 這個其實反而我沒有看過這個品系 這種橘色的樹藍非常非常鮮豔 個體非常非常大 後面其實有植株 後來我買了一顆回去 很大很大的個體 樹藍其實有蠻多品系 我都還蠻喜歡的 大型小型都有 那這個你看根長成這樣子 牠的學名長成這樣子 是樹藍的品系 你可以看那個鼠名 是樹藍的那個鼠名 那這種橘色的樹藍 其實是比較少看到的品系的品種 那基本上通常沒有看到這麼大顆的 那所以這次第一次看到 我就搬了一顆回家 真的很大顆 我想要把牠上板 應該會垂下來 那牠是頂端開花 你看牠看在最頂牙的地方 這是牠的開花點的地方 那開起來像一個煙火狀炸開一樣 所以還蠻特別的 那樹藍你看都有這種毛毛的樣子 這個也是樹藍的特色之一 非常非常的橘 非常非常的亮眼 那屬於大型的藍種 因為真的很大顆 非常非常大顆 好 那所以呢 如果你下次看到奇怪的藍花 你也可以 其實也可以收回來玩玩看 這個是有趣的品種之一 開起來就是一個煙火狀 這個其實在樹藍中 還蠻常見這種樣子 有好幾種這種樹藍品種 開起來就像一個小煙火一樣 好 這個是卡托里亞 這顆卡托里亞比較有趣 它在開花 然後它是兩種卡托里亞交配的 因為我看了學名牌 我本來以為是下面那個 P-E-R-C-I 那一個品種其實我有 那MOS唯一有一顆 那這兩個去交配以後就會產生成這個花 這個還蠻有趣的 可是這一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它個體的關係沒有展得很開 有些個體會展得比較開 那它就沒有展得很開 那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這兩種品種做交配 後來的下一代 卡托里亞最近是進入它的花季 所以如果你有種卡托里亞 你會發現你的卡托里亞開始在開花了 像我的Messima最近也在開花 就是我很喜歡的Messima 就是MX巨大加德里亞蘭 OK 好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請記得訂閱跟分享們 那我們下一次見囉 掰掰